如意传中那些没采用的试镜造型居然一个比一个好看 如意这个片装分齐头 两侧些许亮色保湿摇坠 搭配上浅黄打底紫花点缀的棋服 一对小花橙色耳环 这个装造显得周迅又活泼可爱 也很符合青年轻时的人设 但是呢这套服装根本就没出现在正片种 而如意的出场造型是选用的三七分大马花便 头上紫花绿花装饰 脖子里系着大蝴蝶结 而眉毛呢也变成更符合历史形象的样子了 身上穿着紫绿色的衣服 想当初不知道这套造型劝退了多少观众啊 除了那款浅黄色的造型 试镜还出现过一套橙色围主紫色印花套装 蓝耳环中分头站在鲤鱼旁边 这套也是非常好看 还有另一套绿色浅蓝花造型 头上还有个略显俏皮的小造型 站在渣龙身边竟显可爱 只可惜这几套造型都没出现在如意年轻时期 饰演阿洛的演员曾一轩在试镜中也出现过一套非常美的造型 浅绿色小金花的衣服加上偏金色的首饰梳着偏头 不仅如此 到这里就要夸一下演员的台词功底了 上回改用赐货的白花单做着香包送去我们的 这回再做好的 我们也不要了 金玉岩也有一套显得非常娇嫩的造型没有采用 也是片中分小鸡头旁边挂着流苏 粉色的耳环粉色的衣服 整个造型都显得年轻十岁 但是剧中金玉岩一直是中分造型 也都是大红口红艳丽衣服 可能这样正好能衬托出金玉岩性格吧 这套景色的衣服也很漂亮吧 可她此刻可不是景色而是魏燕丸 试镜这段戏是在勾引凌云彻 探经超满头大汉的样子 应该是魏燕丸想要靠迷香勾引凌云彻生子 可是看得出公主还是有点娇羞含蓄的 演不出魏燕丸内部很近 而李纯呢也试镜了这个角色 穿着的是一套粉红色服装中分齐头 头上许多粉色小花 中间拢着金色小黄观样的发饰显得非常明媚 在剧里这套造型虽然没出现 但是魏燕丸的衣服可是又滑又乍眼 刚封平就一套桃粉色衣服去逛街 如意死了五公主 所有人穿得素素的 只有她还穿着一身大绿色衣服 头上更是金灿灿一片 一脸娇媚 虽然很多造型都没有采用 可这剧组里的衣服都是用心打造的 面料更是非常精致有质感 很多演员毫不夸张地说 穿上戏服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活在后宫里的女人 而高熙月小可爱还想偷偷把道具带回家欣赏 哎呦每件都爱 我想把她那个都带走 虽然很多造型没采用 但是剧里漂亮又出圈的造型和镜头是非常多的 如意转中的太监李玉为啥能穿龙袍 乍一看李玉坐到这个龙椅上还真像个皇帝 不过看她满头大汉如坐针毡的样子也是很紧张啊 这时候刚好如意也进来凑热闹 李玉居然没下来请安 而一旁的如意呢也丝毫没有责问 那是因为李玉是扎龙清典的男模特 清朝画师被叫来画像 得花费好长时间才能完成 况且除了皇上皇后太后有资格有单独画像 其他嫔妃除非皇帝特别开恩 也就只能蹭一蹭集体大合照了 而李玉就是来代替扎龙让画师画画的 以扎龙的性子来说 让他在这坐一整天都不动那肯定是安耐不住 坐在那儿等画师画画又枯燥无聊又耽误时间 耽误国事不说 还耽搁了自己的自由活动时间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专属模特了 这时候扎龙就想到了身边的李玉 虽说镜忠和李玉一样帅 但是当时的李玉都还没混出眉目 而作为徒弟的镜忠更是小不起眼了 太监里面还有个王亲 可是扎龙要是选了王亲 这一身龙袍估计能穿出一身为所样 不过据说太监身上都会有一股尿骚味 那为啥扎龙不选一些 御前侍卫这种又高又帅又没臭味的人来当模特呢 扎龙的心眼可多着呢 御前侍卫大多是富家公子哥 多少有点家世 万一找来一个侍卫穿龙袍之后尝到甜头 不想脱下来也想造反当皇帝那杂整 这天下除了扎龙 居然还有一个又高又帅的男人穿上了龙袍 扎龙当然是要杜绝这种事情发生的 而太监呢 都是没什么家世背景也不用担心 更何况太监已经不算是真男人了 也没那么大胆子 穿上龙袍也只会战战兢兢不算男人 那扎龙就还是全天下穿过龙袍的唯一一个男人 尽管说太监身上会有味儿 等他穿完龙袍之后直接扔位也不碍事 扎龙的衣柜也不缺一件衣服 而且李玉这身高模样 作为颜值控的扎龙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李玉也因为这是被扎龙赋予的特权 就不用专门下来给如意请安了 因为妇察是皇后这也才有资格和扎龙有个结婚照 当时深受扎龙偏爱的如意也没资格同框 扎龙也只是拿一个单独画像虎了虎无意 之后也是等了若干年熬到了季后才能和扎龙同框 而刚进宫的寒香剑却直接被扎龙叫过去画了同框图 这也是如意为啥看到狼侍宁之后那么失望 因为这在当时可不仅仅是一幅画的事 以至于后来如意临死前还是毫不犹豫的把画像剪了烧了 同样是反派皇后为啥一秀比傅茶狼画招人喜欢 虽然二人都是皇后也同样是和主角团对着干的反派 但俩人在本质上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 傅茶狼画出身大家闺秀却整天把岳祖戴袍挂在嘴边 而恨如意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选秀时那把被夺过去的如意 如意才刚被娶进门就送给了她一个绝育手镯 还天天提醒着如意别忘了戴 除了无缘无故的针对如意 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努力生儿子 到最后一个孩子都留不住唯一的女儿还被如意送去和亲 虽说看起来贤良大度 但实际上这傅茶狼画一直透露着小家子气息 扎龙刚登记 狼画就开大会要求大家穿着简朴一点 且不说嫔妃都年轻貌美爱打扮的时候 这么省吃俭用也省不了多少钱 还会让大家有怨言 刚散会就被甄嬛一顿批评 如今正是绵延子嗣的时候 你却让嫔妃们打扮得个个都像刚入关的女子一样 让皇帝睁着眼看谁去啊 而隔壁甄嬛传的怡修刚出场 一点都没有反派的样子 也只有后面开始害复查贵人孩子时 才让人反应过来原来是个坏蛋 但怡修不是突然黑化的 他变成坏人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初在王府自己大雨天抱着自己生病的孩子哭天喊地 而大胖菊却在那个时候只顾着自己的亲姐姐和肚子里的孩子 那晚让怡修没了儿子 没了夫君的宠爱 自己还因为下雨落下了病根导致经常头痛 自己的嫡妇进位置被抢了 也生不了孩子了 夫君也不爱自己 怡修内心开始变得阴暗 于是就把自己亲姐姐害死了 而之后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个端庄皇后 可实际上她害怕有其他妃子生下孩子 夺走四大爷的宠爱而开始害人 尽管怡修手里有人命 可却没复查狼化那么讨厌 可狼化在剧里没逐渐地知道针对如意一行人 多少有点又蠢又坏 而怡修虽然坏 但是也有让人可怜的点 最主要的一点是坏的有逻辑 而不是凭空的黑化 也有不少网友觉得是演员问题 但其实这个大部分还是和角色人设有关 两位演员同样对待轻功戏很敬业 董捷拍摄复查皇后落水那段戏的时候是凌晨 天气也是非常寒冷 可她却坚持不用替身 二话不说就开始拍摄落水 而蔡绍芬呢 更是在拍摄期间怀有身孕 依然坚持拍摄大难度戏份 尽管普通话不太标准 可丝毫不影响对戏